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租的联动营的汽车 是SUV的 它的空间比较大 给大家看一看我怎么躺的 后备箱放了一个箱子 Hello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河南的徽县 可能大家不知道徽县在哪里 但是我说一条公路 大家肯定知道 挂壁公路 今天我们就租车自驾 去挂壁公路走一走 跟着我的镜头 看一看挂壁公路的险境 进山之前先把玻璃给擦干净一点 等下拍的视频就清楚一些 好了我们出发 一个女司机独自租车自驾 吃住在车里 被问最多的就是你怕不怕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你担心什么什么就控制你 恐惧是每个人内心都会有的 但是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 内心就会足够的强大 去战胜这种恐惧 这就是要在平时去积累一些能力 才能让你有足够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许你周围有很多志同道好的朋友 但是你走出去了 在路上一定会遇到同类的人 比你更强的人 你看用红砖建设的天竹堂 很漂亮建设的 然后你看这边有一点点像窑洞一样的 一层一层的往上上去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我已经开了有两个多小时了吧 现在我们走到了红色娘子君桥这里 下车去拍摄一下 开车的好处就是看到感觉比较好的景色 我们就可以下来拍摄一下 红色娘子君桥 你看那边有流水过来啊 看一下这边 它从这里流下去的 这下面应该有一个水渠啊 你看之前这应该是一条河啊 现在一点水都没有了 这个桥很窄很窄啊 你看那边还漏水 它从那边山上运过来的 这水流过来你看很轻啊 这山里面下午有一点点冷了 出去之后有一点点动手 山里面温度要比室内温度要稍微低 四五度要有的 我现在已经到达万仙山景区了 现在几点 现在三点多 要住你们的房间才可以自己开车上去 对对对 你买两个门票 我们先背包后车排后 你自己开的就进去了 郭亮村就在万仙山景区上面 然后郭亮村呢 都知道有一个挂壁公路 我想要自驾上去 我刚刚开到景区门口 有一个阿姨就上来问我要不要住酒店 然后现在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啊 没有太多人住 然后在这里也给我抹了好长好长一会儿 因为这个山下的酒店啊 只要40块钱50块钱 不知道是什么就是环境啊 都是这个价格 然后在这给我抹了半天 管吃早饭和晚饭 管两顿饭 两个晚上250块钱 然后我因为不太清楚怎么上去嘛 他说你开车上去的话就是今天下午嘛 然后他门票是107嘛 是两天有效 我今天晚上就不上去了 我先坐景区的电瓶车上去 然后如果感觉风景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 我们再开车再上去 住个两三天或者三四天 因为本来这几天天气都不太好啊 前几天一直在下雨 一直还没有大晴天 观看感还不是特别好 然后如果说自己开车上去的话 就是下午5点半之后 就是景区大门门口的工作人员下班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车上去了 但是还是要买这个景区门票的啊 门票钱和电瓶车的费用的钱 它是包含一起的 就哪怕你是开车上去 电瓶车的票钱一定要买的 所以先坐大巴车 先去玩两天 它这个景区很大的啊 有两个村 一个是过量村 一个是南平村 到时候我们先去玩 玩好之后 我们觉得哎 不错了 我们再开车上去 我现在去停车场 先把车子停在停车场 然后我们就在停车场录影 明天我们买票 坐电瓶车上山 车子呢 我就停在这里了 这个小木屋 就是门卫 那个港亭 然后那个红色的房子 是售票亭 然后那边有一个超市 那边是 应该是饭店 那边是一个酒店 然后这边是一个卫生间 这边你看排过去 全部都是酒店 然后这边也都是酒店 山庄之类的 就是你住这个门卫以内的酒店 都是可以进山的 然后住门卫以外的 就是这边的是不可以进山的 我目前了解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这个挺高的 大家能感受到吗 大概有两层楼这么高 然后我车子是停在那里的 然后这边有个房车 我还是回到车子上吧 太冷了 现在我拿着相机在外面录视频 就已经开始动手了 要说50块钱的住宿费 算是比较便宜的 是不是 但是我租车 然后再加上我住宿吃饭 这个费用 其实也是蛮高的 现在拍视频 真的播放量很差 所以能省则省一点吗 还是住在车上吧 每一个人都不容易 我们想要便宜一点 他们坐酒店的想要贵一些 他们也没生意 因为这个YKO的原因 这边景区少了很多游客 现在是5度6度 然后到晚上最冷的时候 是3度2度 因为我买了被子 就住在车上 给大家看一看 我在车上怎么住的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租的联动营的汽车 是SUV的 它的空间比较大 给大家看一看 我怎么躺的 后备箱放了一个箱子 然后看一下后座 我是躺在这个后座这里的 这是我买的被子 还有一个羽绒服 我把它装起来了 然后躺在这个后座上 有一顶顶伸不开脚 斜着稍微伸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地方有点个人 我就把它塞进去就好了 其实买一个垫子 我把这个 一放下去 然后把这个垫子 铺在这里就行了 但是我没有准备好 因为这一次我租车 只租了20天 所以没有准备好 下一次如果说再租车的话 我就准备的充分一些 就是把垫子 还有用电设备 给准备一下 租车自驾游 我睡觉的事情解决了 但是用电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因为这个车上 它只能给手机供电 电脑是没办法供电的 大家知道 床车自驾游 该怎么用电呢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告诉兰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